你會送台報告嗎? 那你會做PPT嗎? 你會找資料嗎? 那你會畫插圖嗎? 那就... OK 因為只剩一個月半的時間 所以我們先來分配工作 你找第一頁到第三頁半的資料 你找第三頁半到第七頁的資料 你畫插圖你做簡報你印出來我來報告 哈哈哈哈 有人要找資料嗎? 那就我來囉 有人要做簡報嗎? 那就我來囉 有人要上台報告嗎? 就我來囉 我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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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檬檬檬檬檬檬檬吧 我忘了 你為什麼要忘記 為什麼要忘記 我跟你說過多少次了 你知道我們挫賽了嗎 啊 挫賽 你知道我們 挫賽了嗎 我忘了再報告我的隨身點 怎麼辦 先讓我再報告了 沒關係啦 今天不會等到我們啦 嗯 明天還有課 記得要帶喔 沒帶你就死定了 怎麼辦 我又忘記 欸 應該要報告欸 你們有準備嗎 啊 沒有嗎 啊 你上次是誰說要放哪 啊 可是我記得是你說要做簡報的啊 不是我啊 是他嗎 不是我啊 難 難 到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圖文傳播客 圖文傳播客的原產是影傳播 所以說更內容 也比起廣告設計更難的多 像是會畫設計電能會圖攝影 甚至是印象出版的部分 都屬於圖當中的收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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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那其中最特別的故事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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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的部分 對 印象的部分 然後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印象的 補充最特別的部分 幫我按下 好 好 那大家可以在一部上面看到 就是我們圖傳播學道的三大軟體 那邊就是這個 ID PS 跟AI 那AI的部分就是所謂的 顏料推圖軟體 畫出來的東西 你不管在怎麼放大 在怎麼放大 在怎麼放大 它可以怎麼放大 都會不會有解析度的問題 那這就是所謂的PS 所謂的修讀啊 電動覆讀啊 通常都會使用PS來完成 那PS的東西就比較細緻 比較多元 但是它就會有解析度的問題 那最後這個ID呢 那就比較常見 那ID就是所謂的 我們在出版書籍 或者說 排版 還有電子書的部分 我們通常會使用ID來完成 到這邊有什麼問題嗎 都沒有 好幫我解釋 擦瓶嗎 喝掉嗎 PPT嗎 那我就... PPPT